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律宾人都在拿来往肚子里咽 因为吃得太过疯狂 他们甚至还惊动了菲律宾政府 在菲律宾的巴拉网岛和阿卡兰岛 一种在当地被叫做泰米洛克的美食 正在受到全世界美食家的关注 泰米洛克其实是一种特雷多蠕虫 它对长期浸泡在水中的木材有着毁灭性的破坏力 因此很多生物学家也把它称作海白椅或者船驱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船驱曾是造船公司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它从18世纪就开始苦苦折磨那些海洋大国的船只和水手 可到了近代以后 在东南亚 特别是菲律宾地区 船驱却在人类对美食无止境的追求之下 变身为一款价格不菲的食材 它每公斤的售价折合人民币200元 可生吞 爆炒 或做成料理 海鲜汤等各种形式的美食 在食用船驱的问题上 菲律宾政府一直都抱着不置可否的态度 但事情在2017年4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科学家在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的一个蟹湖里 发现了一种世界上最大的特雷多乳虫 或者叫巨型船驱 它居住在象牙形的白色钙化物里 体型要比一般的船驱大得多 并且浑身黑色 靠生活在塞中的友谊共生菌 吸收硫化氢而存活 目前科学家对这种新发现的生物 也是一知半解 但菲律宾人却欣喜若狂 他们像对待普通的船驱一样 毫无顾虑地将这种天赐美食吞进肚子里 而菲律宾政府的官员 也只能一边咽着口水 一边善意地提醒广大民众 吃区需谨慎 美食有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